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半年12月1号德云社在北斩开箱 跟以往开箱演出不同的是 这次助演的相声演员全是九字科的 除了郭德纲的固定助演高峰 鸾云平之外 张九南 高九成 张九龄 王九龙和上九熙等 对于这个阵容大家也是期待满满 毕竟现在九字科的演员也逐渐成长起来了 也可以挑凉演出了 纵观整场演出 感觉网上一些人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九字科的都太紧张了 有些网友说 南城说的太碎了 而且九南跟在小剧场很不一样 在前几天我看的时候发现确实是这样 感觉九南的声音都在抖 而且说的有种空空的感觉 所以很多人都说张九南在开箱的助演中 说的是最差的一个 上九熙倒是还好 刚开始也是紧张的 尤其他还是跟郭德纲 鱼谦说相声 在长辈面前能说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张九龄 王九龙 可能跟师傅助演多了 跟其他九字科相比 说的还好 看不出来太紧张 一场开箱演出 别的没觉着 就是演员紧张贯穿了 但这个可以理解啊 最起码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他们大多这是第一次参加开箱 又是在郭德纲面前演出 平常跟师傅都没什么交流的 突然在一块儿 再加上心理的敬畏 你要说不害怕 不紧张 怎么可能呢 别说跟郭德纲同台演出了 就是在斗校舍第一期中 不知情的徒弟们 哪个在师傅面前演出不紧张 就连孟赫堂都紧张 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看一些网友直接上升到业务能力 咋说呢 这业务能力行不行 也不是你说了算的 能参加开箱演出 就说明郭德纲认可了他们的实力 至于紧张 谁跟师傅演出不紧张呢 所以没必要在这上面深究 但是张九南也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 平常在小剧场跟疯狗似的在师傅面前 就变成哈巴狗了 果然师傅的威力就是大 九字科演员需要努力 我们需要给他们时间去锻炼 张九龄王九龙来过个人专场 有一定的舞台表演能力 开箱演出说的也不错 个人感觉是九字科说的好的一对 张九南没开过专场 但从小剧场和之前北展跨年助演能发现 他是有实力的 但还是欠些火候 加加油 这说不定啊 下一个九字科开专场的就是你了 上九西 作为跟郭德纲鱼谦表演八马挂的相声演员 具体什么意思 想必也不用我多说 都知道跟谁演八马挂就要捧谁了 像之前的烧饼 张九龄 王九龙 颜鹤翔等等 现在的资源不都挺好的吗 之后能发展成什么样 就看他自己的了 感觉上九西不会让人失望的 之前看上九西的相声 说的挺好笑的 最近说的也挺稳的 很期待未来的上九西哦 因为那天我说白了呢 就说是开箱 原来就是我师父的主场 哦 大部分的就是都是奔着我师父 一大爱去 就是说灭这个 都是追求那样艺术的观众 中间盾一下 中间盾一下 都是那样的观众 是 就完了 在那种自理下 可能显得和大家格格不入 是 有些时候呢 确实得需要一些演员的自我思考 包括你看小剧场有时候演的好 这时候呢包括有多的啊 小剧场特别的炸 不光有我 还有一个人叫张九南 我们确实呢 都是把小剧场一步一步演出来的 是 小剧场我们演惯了 包括呢 去年啊 到今年的这风销风的那些 时间充得太久了 是的 建成这种大的场合 多多少少的 还在不适应 哎 当然作为演员呢 就得有自我要求 自我提高 我们经常问 跟九南我们在台下私下聊天说 有些东西呢 到了更大的场合 更大的平台 要转变 时间会锻炼一切 他们需要提高自己 把小剧场的状态拿到舞台上 这个也是急不来的 要是全都不紧张才奇怪呢 在师傅面前都不紧张了 想干嘛 德云社的开箱演出 你看了吗 觉得怎么样呢 来呀 来呀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